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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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我们节目之前 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段赵楠老师 段赵楠老师他是1955年出生在中国云南 著名的中国戏曲人物画家 教育家 剧作家和制作人 中国戏曲文化学会的理事顾问 美国中国文化艺术家联合协会主席 美国卡梅尔美国画廊的签约画家 从1986年至今在中美各大报刊上 开辟了20多个段赵楠细画专栏 那么发表了上千幅的戏曲人物画 也接受了美国艺术收藏家杂志 电台电视报刊200多次的专访和报道 作品为美国 日本 韩国 台湾的私人级民间机构 还有中国的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这是一个段老师大概的介绍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梅兰芳精神 其实你也是个梅兰芳迷 为什么呢 首先给大家问个好 各位电视观众你们好 那么我非常感谢丁丁TV 能押出这么大一个时段 这么重要的一个时节 来宣扬梅兰芳 那么对于梅兰芳的尊重和热爱 不仅仅是一种嗜好 因为梅兰芳精神 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的国民文化 看到我们一个文化的历史的严格 那么这次由这样的一个电视台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举足轻重的 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开始进入到一种繁琐化 人们开始在追求着一种欲望 那么自己的理想是什么 自己的希望是什么 自己的个性是什么 你刚刚讲了三个理想 希望和个性 对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理想 希望和个性是什么呢 我的理想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比较明确讲 就是做好我自己 而让世界能够绽放出我自己的个人魅力 其实段老师我认识你蛮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你对很多事情都有你自己深入的一个思考 而且非常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所以我们在讲梅兰芳精神的时候 梅兰芳的精神您总结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梅兰芳的精神首先是他勇于去学习 每一个人他有他独特的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呢 他可能不是最好的 他的环境也许不是最好的 但是你尊重了自己 尊重了自己一个习惯 学习是个习惯 就刚才你讲的 我们认识很久 为什么我们常年可以交往 因为彼此的这个向往 彼此的追求和自己的教养 是在一个平台上面 因为你一直在追求着这个一种愿望 那不是一种炫耀 就像梅兰芳一样的 我这个比起您差远了 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 我接受这次采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宗旨 因为我希望梅兰芳离我们很远 但是我们硅谷有一些文化人 把我们自己 把我们民族的尊严 把我们对一种信仰的一种诚实呈现出来 而且做出结果 以前你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人 尤其是文化人一定要真实地面对自己 这句话我在不同场合听您讲过 为什么这么强调真实面对自己呢 真实面对自己是一个最简单的 是我们人的一个本能 真实是本能 我们从小可能所有的父母都会说 你要真实 不要撒谎 那么自己有很多的缺点 自己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当你真实的时候 你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们就会帮助你 人是需要有帮助的 结果跟学生讲你没有错 所有错是段老师的 为什么 这个时候你真实的时候 是最松弛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你对社会最有意义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我们探讨这个话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很多在中国 还是我觉得非常优秀的杰出的文化人 来到了海外 不只是在美国 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时候 都会经过一段挣扎的时期 就是说突然间 我们在习惯的土地上的这种文化和艺术 我们到这个地方以后 不知道如何去绽放 不知道如何去发挥 你也经过一段这样的时候是吧 谢谢你提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同样可以说是 在一个一种愿望里面 大家同行过 这个每个人彼此都看得到 这个对于我来讲 就我记得 哈姆雷特有一句话 他跟他母亲讲 母亲你应该用一个镜子 造造你自己的灵魂 因为那个时间对我来讲是一个陌生 但是我没觉得挣扎是痛苦的 因为挣扎的过程是需要很多的营养 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 你作文科技 创投 做一些理财 首先你自己要觉得 你喜欢不喜欢的存在的意义 你喜欢不喜欢你要做的事情 你要勇于在这个里面学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学习不是一个事故的交易 你知道吧 学习的过程是让你自己更加的快乐一些 对 你刚刚讲到就是这个挣扎需要营养 就好像说一个车你要不停地往前跑 你需要这个汽油是一样的 那你是在哪里获得这些营养的呢 我比较杂一些 我那是第一个就是喜欢读一些东西 第二个我希望交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机构 那么彼此能够知道社会要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最重要的体会是彼此的一个尊重 对 梅兰芳精神的第一点 我们讲到是这个就是善于学习 他要善于从别人身上学习 其实我相信你在这个海外 可能也是跟周围 包括美国的艺术家也学到很多东西是吧 学习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动词 它是在于你的一个习惯 就是你的生活中间要有好奇心 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学习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你会听到一些精神上的 行为上的 还有一些经营上的 这个所有的一些方式方法 那么可能它不会具体的 不会具体的在你某一个行为的过程中间使用上 但是它会补充你自己 我在画画里强调 我在做人上强调 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 多一笔少一笔不要紧 但是你不能心无点没 你内心要强大 其实我觉得学习的这个过程 也是让我们放开心胸的一个过程 让你呢就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 看自己 如果狭隘地讲呢 那个是一个大度 因为学习是很宽阔的 学习因为它包含着你的个性 你的生活态度 你的这个处事的一些能力 那么你说如果宽容那些东西 只是具体吸取了它一个部分 所以学习不是企图 也不是目的 学习是应该成为我们的习惯 因为在学习里最大的桥梁就是尊重 当你尊重了别人 尊重了社会 尊为你现在所作所为 你会得到很多的知识 梅拉芳其实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 你看他自己整个的戏曲 他也从别的艺人当中学到 或者说从其他的文化当中 他在出访了很多国家之后 他也从不同的文化当中 吸取了一些精华 梅拉芳的伟大呢 是在于他一个爱学习 他我刚才讲他条件不是最好 但是勤奋 他学见谁都学 那么第二个呢 他敢于否定自己 这是他第二个精神的体现 对 我觉得他勇于否定自己 那么我们也是在不断地 前世不忘后世自私 你觉得梅拉芳否定自己 最典型的是在哪一件事情 梅拉芳所有的 他的整个的成就是在于 他一直在把自己很多的一些观念 一些经历过的行为 把它更改掉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 《贵妃醉酒》这一齣戏 十一四年他唱《红》在上海 第一 本身这个戏 本身是一个比较盈当的 打起骂俏的戏 但是后来他改良 改良以后最明显的 现在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 就是刁碑 卧鱼 然后醉布 然后就是那个大眼 大眼布就是水袖打开那种 这些呢就是当时 叫陆商宝的演员演的 他大量地就把它吸收过来 那么吸收别人的同时 就是把自己推翻 那么总而言之 他那个时候的目的是 为了塑造杨贵妃的这个形状 因为这个塑造成功 他这个几乎在一年的过程中间 他是在15到16年这一年中间 他改了11出席 那么这个改的过程 就是他把自己否定掉 重新塑造做一些新的内容出来 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 如果大家是楚慕春光 看在前面前的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强调自己的名誉 所谓的名誉 所谓的那种地位 其实那些东西 其实你们自己分析一下 很多的这些地位和人格 跟你这个本人的本质完全不一样 带不上去的 所以梅兰发的精神是以为他有作品 他以优秀的精雕细作的作品 他在这个改造自己的过程中间 首先就是对自己要学会 对自己精雕细作 不断地否定自己 然后去学习 然后把它呈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去 我们也看到你的一些 这个戏曲人物化的作品 刚才我们也看到好几幅 你在作品里怎么呈现 你觉得对自己的一个否定和改造呢 谢谢 因为这个问题是 经常有人会问到的 这个过程其实不是一个刻意的 在不经意中间 就是我刚才回归到前面的原因 就是他有一种好奇心 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吧 画的是98年在南海 叫做中国九名之名画家 就是文化部一个画家代表团 那当时我来的作品呢 我记得当时施总跟我讲 你能不能有60张作品 然后我们的展览是这样做的 断照来细细融化是个独立的 然后九名年长出现这种局面 所以当时那个时候 他们认为不错 是因为题材好 第二个画的人少 但是呢 那个时候的作品出现于都是小的 小小的 而且用笔用色呢 比较传统 强调一个技法 比如说线 比如说寸 比如说染 你要强调它的原理 但是在05年 我和这个卡奈尔的 Eric认识以后 那个过程以后呢 我们再不断地否定 那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 每当发展所有的成长过程 实际上在一个优秀的种族 优秀的地区都会存在 优秀的人是这样长大的 你刚刚提到了一个 这个Eric这个人 他是美国的一个 也是比较成功的一个 艺术家的经纪人 那么你能够进入到 卡奈尔这个就是美国画廊 也是得益于这个经纪人的帮助 他当时跟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交集 怎么样的缘分呢 那是05年 05年呢 中国有一个农民代表团来 因为国家有时候来的人嘛 就是我说我就 因为难得来一次 我就出这个钱 给他们去卡奈尔旅游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 不要触摸春光 美国这个非常有艺术价值的地方 对 需要去看一下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我当时有一个帮助的人 就跟这个人推荐的 推荐以后 我当时就不愿意 因为我觉得 你为什么不愿意 我觉得他们的创作理念 好像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按部就班 听话 做得好 所谓的好 但是他需要你的个性 后来见了面以后呢 他跟我们聊了一会儿 就觉得你的素质很好 因为我也做过电影电视 做过文学创作 所以他是需要一个 综合素质的人 所以他就当时告诉我 他说当时你们 那里来的画家 有四十个人来 那么我说 说能给我赚钱 我说不能 就没有做 然后在05年到08年之间 我们就来来回回地去 那个时候没有建的好作品 08年我做完外婆的奖 开始他来做他的这个营销了 所以他当时也是 我想一方面是你的作品 另外一方面是对你这个人的一种肯定 是吧 人的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我今天呢 因为大家做这个谈话 因为我们彼此也认识十几年了 在这个十几年 你第一次访问是在新岛 那么这个过程中间 是我看到一个人的 一个整体素质和素养 因为你的父亲也是做教授 所以我们的追求和向往 可能会更想做的是一些成就 成绩或者是为社会有一个影响 倒没有想到一个非常既得的利益 你可能够觉得我们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这个时候我想的是大部分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啊 我就觉得 其实中国的文化人怎么样走向世界 我觉得一方面你可能是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这个 自己的希望一些使命感 但具体呢 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到一个陌生的文化当中去 会有很多的碰撞啊 所以我们去提到梅兰芳 因为我觉得梅兰芳是在 可以说在很早的时候 就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得到全世界认同的一位艺术家 像这个世界几大戏剧 就把这个京剧 中国京剧能够列到里面 就是因为梅兰芳 因为我觉得她的这个 就是非常有代表性 在很多年前 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呢 带到了世界各地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 梅兰芳精神的时候 其实跟我们现在所讲的 这个中国的文化人也好 艺术家也好 走向世界 这个都是非常关联的 你刚刚总结了两个梅兰芳精神 一个呢是勇于学习 第二个呢是勇于否定自己 但是否定自己的时候呢 你也这个也是你提到 就是另外一个勇于坚持自己 对 这叫坚持自己 对 那否定自己和坚持自己 听起来好像是矛盾的 但实际上呢 刚才你提这个问题了 我先把这个回答掉 就是中国的艺术家 或者是所谓的艺术家们 怎么样子能够走向世界 首先我觉得自己 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人 你要回应到你的本质 因为每一个世界 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帮助你 一个人的存在 不是因为你存在而存在 而是社会所有的人们的帮助 没办法坚持自己 是因为他坚持着他勤奋 坚持着他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1929年他曾经在 美国演出八个月 那引起了一个影响力 那当然很大 在你每当放电影里 在他所有的历史过程中间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么这个贡献 不是他砍的粮食来了 支援了困难 也不是他为你投资盖了工厂 没错 而是他传播着一个精神 没错 所以一个人的成就 是在你的举手投注之间 你个人有了魅力 你才能够感动别人 我们不是要进入一个什么流 这个世界艺术作品 没有大作品 没有小作品 只有好作品和差的作品 那么社会也没有主流和次流 而是要最好的人 首先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不是要到这边去征服人家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 不管是艺术也好 其他方面也好 可能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那么很多人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去收购这个 或者是可以去购买那个 但是其实你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并不是去要征服别人 或者说所谓的我要进入主流 而是去绽放自己 那怎么 就是说这个绽放 当然我觉得如果讲这个 像你这么多年 也可以说一直在努力绽放自己 要讲这个过程是很难的 但是你觉得这里面 你刚刚说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人 那么当成一个人 你觉得有哪几点是必须要做到的呢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 不是一个具体的 我觉得还是在于你的受养和教养和修养 比如说你要知道哪些事 哪些事不能做吧总之 我觉得该做的你都去做 不该做的你都不去做 就像我们进入到凯曼的时候 我们曾经我不去应付他 我要表现我的东西 因为我生活的环境 我第一个母路不是这里 所以我要表达这里的语言 我会张口结舌 但是叙述着我的外婆的墙 叙述着我的菩萨 叙述着我的父亲 叙述着我卸妆的你演员 我会娓娓道来 那么这一些东西呢 是你要有自己的文化 我刚才也讲就是 你对自己要了解清楚 比如讲飞昂艺术团 他在美国 他在这个地方根深徒长 一个安务 大家都知道一个工程师 来自于Berkeley 他带了一个精神 就把我们整体的社会的 繁琐化变得简单化 而我们现在恰恰是 把一个简单的事繁琐化 制造很多的障碍 你这样子没有办法再推广 今天的春晚我们看得最振奋人心 因为它把世界各地的文化 纳入在我们的这个春节晚会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那么第二个包括叮叮TV 从开始你做一个记者 做一个反问我们的一个主持人 那么现在走出一片天下 作为一个叮叮TV的一个创办人 那么而且为我们这里推广了 很多的一些精英的一些样板 那这个不仅仅是表彰了一些人 或者给谁来的机会 实际上这个群体就是一个万里长城 谢谢你 段老师 我觉得我也是因为看到周围这么多的人 像你刚刚提到的飞行律团团长 安务胡雄军 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就是我看到一些人 不是说坚持一年两年 而是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这样的时间就是非常的专注地 坚持地去在做一件事情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互相的启发 互相的影响 互相的感召 对 就像明天这个梅兰发的电影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亲自接受过他的教诲 段章岚你要做什么 那个丁维平你要做什么 是他的一种精神 我们最重要的是领悟到这种精神 把他变为自己的一个动力 你要知道在我学习的时候 11年我做展览 我记得讲那个最清楚的一句话 就是我在寻找的感谢 寻找感谢我的老师叫王信强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他当他付出这个信任的时候 因为他信任我 付出信任是吝啬的 但是你不要把它挥霍掉 我是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奢侈的东西 我一直增长的 所以我们的每一步要有传统 也要有自己的一个见识 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里 走到美国也好 我们从中国的南京 走到新疆也好 你都会接受到一个文化的气息 所以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活动中间 明天的这个电影呢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希望我们 能够近距离的 能够真正实施心的 用自己蒙心自问 我尽管我在金钱上可能会很富有 我精神上还有没有这么富裕 有的时候呢 就算你在金钱上不是很富裕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去追求精神 那就是我们在跟卡梅尔合作一样的 你的企图是什么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所作所为 我觉得我们都是应该做的 我的所有作品只是取决于上帝的快乐 太好了 这句话我非常喜欢 你的所有作品是取决于上帝的快乐 那么就是人怎么评价 人怎么看 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的眼里 我们在做什么 这样就足够了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海外文化人 如何延续美兰芳 那美兰芳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 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家 把中国的文化带向世界 刚才呢段老师总结的三点 就是勇于学习别人 勇于否定自己和勇于坚持自己 那我们尤其来到美国 或者来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要进入主流征服别人 而是呢努力地绽放自己 绽放自己的这个 根植于我们心中的这一份文化 到这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非常谢谢段昭南老师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你们 我们身处在硅谷 这是世界的创新之多 到底什么是创新呢 我也值得一个追求 有想法 要有梦想 开放的包容 人的情感 对他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做出来 它也许呢是一个产品 也许呢是一个文化 也许是一个做事方式 也许呢是一种思想 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 就是打破你旧有的思维 和传统的限制 这是一堂名为 《硅谷看世界》的网络电视节目 它创办于2009年 以访谈的情势 讲述美国硅谷地区 成功创人的打拼经历 在短短的三年间 就播出了2000期 点击量超过1000万 接下来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硅谷看世界》节目 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呢 叫做云端生活机遇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 是在全球打造中国软件品牌 创新的就像野草 野草疯涨 真正具有自己的生命力 我的志愿就是想能够替国家的 这个科技事业能够有所保护 做生意都是应该说是有特性 你要跟大家都做了一样 就没有特性 人得对对吧 然后这个市场动得对 然后你有没有创新 我原来一个资料在一个PC上 那我现在能不用PC器材 那资料放在哪里就在零端 一个法国人他讲的就比较浪漫一些 你们的产品 让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 我们在分享一些质值的 一些好东西的美国 与美国的主流行与主流行与主流行业 和桥梁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